昴霖的本名是王玉仁 你現在本來是玉仁天皇 招呼 昴霖 你爸爸是多姓 是啊 有姓這個 我們家沒有拜過祖先 我們家沒有拜拜 是喔 對 因為我爸爸是東北人 外省人 就也沒有帶 帶 帶牌位過來 你要拜 沒得拜 所以我們家也就沒有拜拜 所以你這個什麼 這個葡萄的時候你們家有什麼禁忌 還是說七月 過月的時候 我們沒有 我們就沒禁忌吃百里 我們沒有什麼 不知道好料料 因為我的那個八字 聽說 算命 我是跟朋友去算命 算命說我八字很重 所以就是一樣會發生事情 我身邊的人會發生 我不會發生 我都沒有感覺這樣 像我以前住在烏來跟新店 中間的一個套房 陸家村的套房 半夜就忽然那個電扇 吊扇開始 啪啪啪啪 開始轉 然後電視打開 然後那個 忽然之間自己打開 對對對對 然後那個錄影機這樣出來 就進去這樣 然後外面窗戶都是綠色的 綠色的光 那螢火蟲啦 然後我就跟朋友講 朋友說那這個地方可能不好 因為兒子 兒子也住在那邊 因為有螢火蟲的說法就表示水很清潔 對對對 然後然後 可是我就想說長這麼大也沒有認識過 臨界的朋友 那鬼我跟他無冤無仇 他應該也不會害我 那會作為鬼的 有可能就是他是有冤屈 或者是有什麼 遺願牽掛未了 所以他才沒有去投胎 那假設他需要我們幫忙 我們幫他完成 搞不好他就變我們朋友 看有人還花錢養小鬼 那我們直接來交個鬼朋友多好 對 可是都沒來 沒來都怕我 林老師 能夠拜託你嗎 每次小鬼的 有辦法沒有 我去東局住在一個村子 那個那個村子已經沒有人住了 整個村子因為人太少搬走了 那整個村子是空了 就用來養雞養雞 我一個人住在那邊 東局喔 對對對 沒別人 沒別人 那個村子已經沒有人了 對 然後那個晚上那風吹 然後那門這樣 機械那種 我就在那邊等 看有什麼人來拜訪 也沒有 也沒有 對啊 因為他的心也很多 他的廟也很多 拜託一下 好 那我們啊 鬼月啊 這個民間流傳的禁忌很多 來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再請這個 美容老師的補充 說整月的禁忌 第一 擺眉不要回頭 第二 不要說鬼這個字 第一 對不起 第二在這裡 下午三點過後 不能吹口哨 再來 別說整個字 再來 別讓自己插在這棚袋裡面 再來這個擺眉不能拍衣 連後不能出油 吸水 去掛水 海邊 再來是不能去打 這名字應該很認真 不要去打認真 再來擺眉回頭或者是亂拍別人肩膀 這個事也不要做 再來是起病醫 最好不要在鬼月的時候 到醫院去探病 擺眉也最好不要吸收 擺眉不要呼吸 再來 你在家裡不要這個開傘 讓人不要打開 最好是在臉上的紅包最好不要吸收 請教一下美容老師 這麼多禁忌 對啊 那個禁忌還更多 那個其實這種企業的禁忌 有時候都變成我們民署的 一般時間也都在禁忌 一般也賣 他會有擴大化的 當然七月的時候會特別強調 是在重要的禁忌 沒什麼在裡面 最重要 你不要七月時你去搬家 你去入家 你去買家 七月時不要嫁車 這都比較重要 買車也不行 這是比較生活細節的東西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我第一臺車買車 我就在七月時後買 我要跟我媽講說 不然七月時會比較小 比較小 我也就七月生意都不好 我也就說沒關係 現在沒關係 沒機了 我就買了 結果那一臺車還沒走歲 在高速公路被撞爛 我第二台車就說 我看一看一看 你好 人沒怎麼樣 人沒怎麼樣 還好 還好 為什麼有這麼多禁忌 真的走得有要緊 這就鮮明的 他們的生活經驗 現在日積越雷 然後變成大家約定熟成的那個東西 對不對 真的 我最近要換冷氣 怎麼不冷 我就說七月這樣好 我連冷氣我也冰氣 這樣換好熱嗎 沒有 我們家本來就有熱 加電 我想說路已經問好 要做冷氣 現在都社區 都要加一個鐵架子什麼 我想說這是七月不知道可以施工 真的 這變成禁忌 有些有道理 像拍肩膀 我上次坐一個計程車去南港 那個高鐵站 Uber 他好像是第一次開還是怎樣 結果我不知道叫他說這邊可以轉 他好像沒聽到 他就很在沉井上在看倒 我就拍他肩膀 他整個人跳起來 我說你說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這麼害怕 他說 抱歉 我今天第一天開給電車 我以前在殯儀館開車 真的 所以不習慣被人家 我沒想到後面 到後面 大家都是汗塞 怎麼會這樣 好 OK 好 那這個美容老師 為什麼半夜 晚上不能拍衣服 有的說話說他們的衣服洗好 可能這樣濕濕 可能過分 可能會衣服在上面 其實半夜本來拍衣服 就是你要吸收 那個太陽的陽氣 你當然是日時洗衣服 拍衣服比較好 很多婦女 經營就沒辦法 因為洗好之後 他就拍起來 明天他一年就打 對啊 因為有一些講法 像我之前跟道長在聊 道長就是說 因為你七月出來 我們這個孤魂野鬼 這個好兄弟 有很多是 他可能是溺死的 或他可能是很冷 所以他出來 他晚上走的時候 發現他就很冷 你去那裡捏衣服 他就會想要去穿 所以他可能就會沾染一些比較晦氣 比較不好的氣 你們進去 陸陸陸陸有穿嗎 有啊 有啊 跟你說什麼 因為他想說這也是 你說我們這個鴨子不要捏衣服 這也是說 褲子裡面不要開 就是說外面 我們出去下雨 就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外面在下雨 我們撐傘 所以你的好兄弟 他們看到你有撐傘 他也想要去躲個魚 你又把他帶到家裡面來 就跟著你回到家裡了 但是唇牙真的想要保餌 我們就 撒東西 那個跟垂yyometer 吹那麼 吹哭哨那漆不一樣 енные那花生就不同 咻~~ 對 posted the scar 這樣也不行 чув好 不一樣 吹哭哨是那個嘴唇 我不會吹口哨 那個嘴唇的唇形 那個位置不一樣 你如果小孩放到口袭 沒什麼一樣吧 因為農他沒什麼 好 那你們台南這個什麼 說有特殊的習俗 農歷七月的時候 像我們以前比較農業社會 台南就比較古早 所以說他的路燈比較少 所以七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 當時都會點一個叫做葡萄燈 家家戶戶戶 紅色的燈籠 小爬小爬 也叫做引路燈 這種想法就是說 其實也是一種慈悲的想法 說他們就放開出來 他們可能要四處去路走走 那我們就是至少幫他照個路 讓他比較好找到 比如說 他可能有朋友 有親人 還在市上 回去看看他們 這是一個習俗 但現在都比較少了 很多種地有 鎮腳 鎮腳 鎮腳所在都是有這樣 鎮腳的東西都有 有的放在上面下 那條的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抓你 抓你 抓你 現在不必 現在就收一隻手機 給他頭上就有真的 YES